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华盛顿邮报专闻作家乔西罗金 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天下大乱 川普习近平和二十一世纪之战中的悬断情节 文章介绍 在一月十四日当时是川普计划签署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前一天 国安委就中国各地当时出现的一种奇怪的新型流感举行了首次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 比如我们对这件事情了解多少 我们在当地有人关注吗 最好的信息来自哪里 中国人对此有什么看法 但是大家觉得有一点莫名其妙 卫生官员表示信息非常少 而美国政府一个多星期以来一直在试图获得许可派疾控预防中心的人到武汉去 但是没有成功 第二天川普安排在东厅签署贸易协定 他当时邀请了亿万富翁立法者高级官员家庭成员和朋友来参加这一次活动 协议被双方吹捧成为一场胜利 但是当时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却是个例外 作为华尔街日报的前记者 他曾经报道过二零零二年到二零零三年中国的SARS疫情 他与之前在中国国内的消息来源保持联系 他的妻子是一位病毒学家也是前CDC官员 而他的哥哥保罗则是华盛顿大学传染病教授 博明比白宫里其他人更早看到了大流行病的到来 但是川普政府中的大多数人不愿意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一月二十七日 在他的上司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的允许下 博明召集了一次内阁级的官方会议 博明告诉大家应该关闭来自中国的旅行 但是没有人同意 他们认为博明疯了 第二天博明又与中国医生进行了对话 这个医生表示这一次要远远超过非典 这样严重更像一九一八年致命的全球大战 大流行 当时全球大概有五千万人死亡 而第二天奥布莱恩告诉博明 我们可以向川普做简报 奥布莱恩告诉总统 这是你担任总统期间最大的一次国家安全危机 奥布莱恩和博明建议川普立即禁止来自中国的旅行 或者禁止任何最近去过中国的人入境美国 川普政府的每一位官员基本都反对此举 甚至连福奇医生也反对 而在一月三十日星期四 当美国第一例人传人被证实时 健康专家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川普选择站在奥布莱恩和博明这一边 在一月三十一日宣布了这一项禁令 政府直到三月也就是大概六周之后才禁止从欧洲的旅行 唯一敲响疫情警钟的另外一位高级官员是纳瓦罗 他从一月二十九号开始就给川普写了一系列备忘录 而中国政府似乎从危机一开始就隐瞒信息压制举报人 这些努力实在广泛 本章介绍在二零二零年的二月川普以及各州州长开始对话 川普团队似乎意识到情况开始出现了问题 并且开始转而指责中国 他们的理由是必须要明确疫情的来源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国务院希望在指责中国的同时 又不至于让自己被指责为煽动对亚洲人或者是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于是经过一番商议确定由蓬佩奥来使用武汉病毒这个词 认为这个词的力度比较大 但是又没有太过煽动性 但是在三月十二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这个特别咄咄逼人的外交官在推特上面表示 美军把病毒带进了武汉 之后川普在白宫举行的疫情发布会上不顾工作人员的反对 将疫情直接称为中国病毒 后来这样他说了二十几次中美宣传舆论战正式打响 两国官员公开和私下相互侮辱 文章介绍中国外交官在私下里明确告诉美国官员 如果华盛顿在这一场口水战中不小心 他们将切断对美国的医疗用品出口 而北京也试图扼杀有关于病毒的任何讨论 后来工作人员把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通话安排在三月二十六日 中国传染病的高峰已经过去 新病例只是源于从其他国家输入的个人 习近平虽然没有直接威胁 但是却暗示如果川普继续抨击中国 那么就会扣留个人防护医疗设备 他说得非常淫秽 告诉川普美国的声明语气和与中国的合作之间有因果关系 当时习近平还说中药对于病毒非常有效 两位领导人在电话里告诉他们的助手要停止指责游戏 专注于合作抗击病毒 但是北京发出的威胁却让白宫的每个人都相信 美国对中国关键供应链的依赖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同样是与病毒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世卫组织调查人员将取消对于疫情起源调查进行临时报告的计划 根据文章报道世卫组织调查团起源小组将取消最近对中国进行调查的报告 因为北京和华盛顿在调查问题上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而有一个国际科学家团体呼吁进行最新的调查 这个由二十几位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在周四的公开信中呼吁进行全新国际调查 他们表示上个月完成任务的世卫团队在武汉 这是首批发现已知病例的中国城市 没有足够权限充分调查病毒可能来源 他们的说法是美国最近推翻世卫组织决定 并表示调查必须要有更大透明度之际提出的 与此同时北京敦促世卫组织牵头 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派出对似的考察团 以调查病毒是否可能来自中国境外 通过冷冻食品包装传播到武汉 世卫组织的李氏表示 小组要发布一份临时报告 检要总结武汉考察的情况 可能在下周发布几周之后再发布完整的报告 但是这样的报告至今尚未公布 而世卫团队现在取消计划让人觉得十分的蹊跷 带队的食品安全专家彼得阿姆巴里克表示 世卫团队临计划在发布完整的最终报告时也发布一份摘要 最终报告仍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 并因此包括关键的调查结果 他表示摘要报告没有所有的细节 既然人们对于这一份报告有如此大的兴趣 那么仅仅发布摘要好像没有办法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而中国外交部则形容最新的说法只是心平装旧旧缺乏科学可信度 并表示武汉考察的结论是实验室起源可能性极小 不值得进一步研究 外交部和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都没有回应对武汉考察团报告的置评请求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皮优有关于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最新调查 根据皮优今天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 大约有十分之九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者是敌人 而不是合作伙伴 许多人还持对双边关系更加强硬的态度 在提到中国时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人权问题 同时也支持在经济上对中国更加强硬 并且美国人同意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 更广泛来讲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认为限制中国的权力和影响力以及力量 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远远高于二零一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二 皮优研究介绍 如今有百分之六十七的人对中国有冷淡感觉 在零到一百分的评分中给中国的平均得分低于五十分 而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急剧上升 美国人在谈到中国时有许多具体的担忧 仅在过去一年里美国人对双边关系中的某些问题 比如网络攻击就业损失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 感觉有所增强 美国人以开放的形式被问及他们想到中国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实 人权问题占到第一项 五分之一的人提及 百分之三的人表示特别关注新疆维吾尔族人 许多人也提到了中国强大的经济 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的主导地位 但是同时也提到这是以牺牲环境或者是工人利益为代价的 美国人对于中国处理关键问题的方式持批评态度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百分之七十九的人认为中国做得不好 而其中在处理病毒大流行的问题上认为中国做得不好的是百分之五十四 多于认为中国做得好的人 在拜登总统寻求驾驭中美动荡关系时 美国人对于习近平不抱信心 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认为对习近平在世界事务上做出正确选择有信心 而百分之八十二的人表示没有信心 虽然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对拜登有信心 指他可以在一般的世界事务上做出正确的决定 但是当涉及到有效处理中国问题时 只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人表示他们对于拜登在这一方面有信心 另外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倾向于把中国描绘成竞争对手 而不是合作伙伴 在五十岁以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赞成限制中国学生 三十岁至四十九岁的人支持反对基本平分秋色 在十八岁到二十九岁的美国人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反对 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倾向于赞成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国高校就读 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对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的限制 但是分歧仍然较大 总体来看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支持限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大概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强烈支持反对限制中国学生在美留学 这样的说法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香港有关的消息 根据香港当地媒体NOW新闻的报道 人大会议周五开幕议程包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草案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与港区政协委员会面 消息是说推选特首的选举委员会会由现在的一千二百人增加至一千五百人 而七十席的立法会将会增至九十席 有五个超级区议会会取消 据了解夏宝龙透露会通过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改选香港特首选委会和立法委的选举办法 行政长官参选人需获提名会 由目前一百五十人增加至一百八十八人 五大界别中每个界别都最少有十五人提名 俗称超级区议会的区议会第二级别 五个议席会取消 选民日后并非一定一人两票 另外会增设资格审查委员会 不论是参与选举委员会立法会还是区议会选举 都必须先通过资质审核 消息人士告诉记者 在两小时的会面中夏宝龙说香港回归多年 重要立法在立法会无法通过 包括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 人大八三一决定下的正改方案也没有办法落实 中央容忍多年不能允许外部势力在港进行破坏 中央后再发现 或计算计划 最后明天就需要 中央四十五一军 中央四十六一军